热麥最怕缺貨 谁擦都好看的十支百搭口红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我们之前在Vogue的美人会社团做了一个调查 问问大家觉得最百搭 最人见人爱的口红颜色是什么 统计结果出来了哦 原来是玫瑰色 荔枝色 跟红棕色系 根据我对贵姐的访问调查 大概只有六成的人会买下当下很流行的口红颜色 那当购物的冲动冷却回归到理性之后 他们其实都还是会选择比较长卖的颜色 我今天就整理了十支都是长青的口红颜色 到底是哪十支呢 第一类啊是枫叶红棕色系 其实枫叶红棕这个色系在两三年前 就是大家很喜欢把它擦在眼影上 那现在就是放在口红上 就是有一点就是咖啡色带点红色的色调 那因为它的颜色比较温暖 所以让我们的气色会比较好 那第一支啊就是这一支YSL的这个水唇膏 这个精管的水唇膏 其实它的外形啊 真的是受到蛮多女生的喜欢 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那这一支是86号 它擦在你的肌部上面就是很滑 就是越擦越水 越擦越水 好像就是要爆出水来了 那原来啊它里面的成分 大概有65%的精油跟玻尿酸的成分 所以它就有点像护唇膏一样 可是又不像护唇膏那么油腻感 它就是越擦越水 那也有人昵称它是最日常的仙女色 因为它怎么叠擦它都不会太厚重 而且就是很称任何的肤色 难怪会变成一个长青百搭款 第二支啊是这个Bobbi Brown的这个轻吻唇膏 那它的色号是Creamberry 那我觉得这一支唇膏啊 我觉得颜色也非常的好看 因为它擦起来啊 跟我自己的唇色很像 只是它就是再红润一点 所以就是你擦起来 好像是没有擦口红 可是又看起来非常的自然 然后非常的健康 那这支口红大概上市了两年多 当初在上市的时候 那个韩国的YouTuber 也是一个彩妆师Pony 就有把它po在它自己的IG上面 就引起了很大的回响 所以它这一支颜色已经热卖了两年了 那这一支轻吻唇膏 它的那个灵感来源啊 其实就是一个就是 好像女生跟男朋友接吻之后的 那个脸红心跳的感觉 散发出来那个红润感是很自然的 擦在嘴唇上面啊 它其实是有一种薄纱的效果 就是淡淡的光泽 然后如果你一直重复的叠擦 它都不会变得很厚重 那如果你慢慢慢慢的脱妆 它也脱得非常的自然 那另外它里面啊 因为含有维他命C啊 维他命E还有一些天然风蜡 所以擦在嘴巴上面也不会觉得很干 所以也是一个很日常百搭的唇膏 第三支啊是这一支 娇兰的红宝之吻膏定唇膏 它应该可以被称为百变唇膏 因为你看它的这个 它其实可以换很多很多的壳 它有超多的壳可以选 有那种大理石纹的啦 或者是木纹啊 还有这种 像我手上这一支是皮革纹 那我觉得除了这个包装很吸引人之外啊 它其实是一个双面镜的设计 等于说它这个 你不用再带另外的镜子 它的这个盖子上面 其实就有两面的镜子可以用来擦口红 那这一支三号啊 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枫叶红棕色系 这个颜色跟前两支比起来 它的颜色比较饱和 就是擦一次显色效果就非常的明显 你看其实一擦 它就是显色度很好 那如果我觉得你是那种 纯色比较没有血色的人 其实擦这一支 就立刻瞬间提升你的气色感 其实它里面呢 还有一个银色的维晶体 等于说你擦在嘴巴上面 它有点让嘴巴有点银色液晶 液晶的感觉 就是你擦上去你就有一种银色的光泽感 让你双唇看起来嘟嘟的 所以如果你的双唇没有血色 或者是你的唇肌比较薄的人 其实擦上这个就会有点烹润的感觉 接下来是第四支的这个枫叶红棕色 是这个NARS的Mona这个色号 那这个色号啊 其实在NARS也是非常的热卖 那这个比较是偏红棕色调的这个枫叶红 其实擦在嘴巴上面啊 非常非常的饱和 对于这种比较色彩浓郁的口红啊 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用沾点的方式 用晕染的方式 你看这样子轻轻的拍打之后 颜色就会变得比较清淡模糊一点 就不会有这么重的颜色 那其实你就可以有的时候用直接擦的 或者是用指腹沾点 其实一个颜色就有两种效果 一般的口红里面大概是加了维他命的成分 那这一支口红啊 它里面加了一个虫牙海糖油脂的成分 所以擦在嘴巴上面就是更保湿 可以让你的双唇滋润更久 第二种长青的色系啊 就是裸木玫瑰系列 像裸木玫瑰其实也是属于干燥玫瑰系列 像干燥玫瑰的这个口红的颜色 新流行蛮长一段时间了 慢慢慢慢的演变 在我们的那个喜好的调查排行榜上面 像是豆沙玫瑰啊 或者是荔枝玫瑰还有裸木玫瑰 都相当受到欢迎 那我这边也要介绍三支就是裸木玫瑰 或者是玫瑰荔枝颜色的唇膏 那第一支啊就是这个 JoJo Armani的102色号的柔霧唇膏 那这支唇膏啊 其实是一种霧面的效果 它是归属在一个裸粉色系的颜色 那一般的裸色系啊 其实擦起来就是感觉会可能很没有气色 可是这一支啊 其实它带有一点点红感 所以它不会让你没有气色 那其实他们的品牌大使 日琳姐姐 其实私下表示真心很喜欢这个颜色 她私下真的也会擦这个颜色 那这个其实虽然是柔霧的唇膏 就是比较霧面之感 可是它刚擦起来就是非常的滑顺 就像乳霜的质地一样 因为它里面啊 加了一些这种保湿精华油的成分 所以你擦很久 它也会让你的双唇很柔软很滋润 而且颜色真的是一个非常无害的颜色 第二支啊 是这个Townfold的这个设计师唇膏 它是3号的Casablanca 它是被品牌归类在一个橙漆玫瑰色 自从在台湾上市以来啊 就是热卖到不行 因为它这个橙漆玫瑰 跟一般的干燥玫瑰有点不一样 因为一般的干燥玫瑰 会让人家感觉就是有点点干燥的感觉 那它的橙漆玫瑰就像是就是 玫瑰花瓣上面 就是早上的阳光照到玫瑰花瓣上面 还有一点湿湿的露水 所以有点水光的感觉 那这个3号的颜色啊 其实就是一个优雅的玫瑰粉色 其实有点像鲑鱼粉耶 我觉得这个粉真的是 让大家都很有气质 那他们的贵姐也说 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百搭 就是它就是你要去开会 或是上学 或是约会 就是什么场合 其实擦它都没错 非常非常的百搭 然后也很不挑肤色 所以它也是他们家 非常热卖的长青颜色 接下来是这个雅诗兰黛的润唇膏 它是420号的玫瑰粒之色 那这支唇膏啊 其实是它的经典蓝管系列 它有国民唇膏的昵称 那这一支420的玫瑰粒之色 我也觉得非常的百搭好看 其实这款唇膏 为什么叫做国民唇膏 因为除了它的颜色非常多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它润唇的感觉 因为它擦在嘴巴上面 真的就是感觉就是很滋润 它里面其实有非常顶级的玻尿酸的胶囊体 那一擦在嘴巴上面 这个胶囊体就会破裂 在你的嘴唇上面提供很大的滋润度 所以你擦很久它也不会很干 那我自己很喜欢这个颜色啊 就是真的是一擦就很有气色 像我们家龚读生妹妹 他们其实自己也是人手一支这个唇膏 因为他们说为什么要擦这个呢 因为就是擦上去之后 看起来好像没化妆 可是气色都超好的 所以这个420真的是一个很百搭 第三种啊就是焦糖南瓜色系 像南瓜色啊 其实在去年真的是红透半边天 大家都把南瓜色的唇膏用得淋漓尽致 可是我自己觉得南瓜色系 比较不是一般人能够好驾驭的 所以如果啊你就把这个南瓜色系 加一点点咖啡色的红感 这个南瓜色系就会变成焦糖南瓜 就会比较好驾驭咯 第一支啊是这个迪奥的这个七光唇釉 它是740的这个色号 那听到这个唇釉 大家会想说它可能是沾曲式的棒状 可是它其实做成这种口红旋转式的设计 比较好上手 那这个七光唇釉 它擦起来也是一种就是橘色为底 只是它加了一些红感 所以你会觉得它不会那么的橘 因为如果真的是很饱和的橘 大家比较难驾驭 那这个740的色号 其实是业界第一款就是南瓜的色系 那它其实擦起来真的非常的润泽 如果你不喜欢那种太粉雾的质感 或者是颜色比较深沉的那种枫叶红 请你选择这种七光唇釉的焦糖南瓜色 是很好的选择 第二支啊是兰蔻的这支迷雾唇膏 它的色号是196 那它其实被归类在一种橘茶色系 所以我也觉得它是很接近 焦糖南瓜的颜色 那你不要以为这个迷雾唇膏 它很雾就会很干 其实不会 那我来擦一下 因为它其实你看蛮橘的 它有一点点橘橘的感觉 可是又它有带红感 然后呢 它里面啊 其实加了很多润肤的成分跟精华油 有一种柔滑的感觉 虽然看起来很雾感 可是真的不会太干 想要尝试一些 比较强烈的焦糖南瓜色 可以选择这一款试试看 最后这一支啊 是来自日本的Seal Vogue 它的9号 被誉为最正宗的南瓜色 其实这一支颜色真的在去年 真的是热翻天 然后在IG上面 也非常多人去tag它 被誉为最正宗的南瓜色 其实擦起来啊 其实我觉得也不会很橘 然后也是带一点点棕色的效果 那它这个颜色真的调配得很好 因为如果你的皮肤白的人 它就是擦起来会更白 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那个比例拿捏得非常好 就是会让人一擦 就是肤色整个就明亮起来 然后它里面啊 加了就是保湿成分很好的 绞砂碗跟葵花籽油 这个冬天擦上去啊 它的颜色可以持久 而且唇部也会保持很滋润 不会干燥 以上啊就是我介绍10款 长青热卖的颜色 它们其实是柜上的长青品 热卖品 不是现色的 所以你想要买 应该都可以买得到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 保养彩妆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